怎麼樣的成績 是不是也做了差不多類似的事情 我想從ATM存款 這個是國家規定可以從ATM存款 所以每個人都能去 事實上我們政治人物比較敏感 因為銀行有規定 像我們你們的話 一般是提存50萬現金他要登記 那像一般政治人物的話沒有現金 只要你是存款現金他就會問 像我們有去提1萬多塊 他也問你這個現金要幹什麼 銀行有規定 那你怎麼辦 我們說要去吃點心 所以這是對政治人物有一點規範 所以很多人就說也不方便 那就直接拿到ATM去存 ATM他是規定有一種是無限 沒有限制 有一種是一般限制是 100張或200張 所以等於就是 10萬塊是上限 那在林秉書這個案的調查的時候 北檢就已經調查到 也有民意代表 也有民意代表 就是民進黨的這個大佬 他也是從 我看那個報道也是寫得很清楚 也是從ATM跟那個第三方平台 就這樣10萬10萬8萬10萬 存了一年多耶 那這個錢到底是什麼錢 是演講費嗎 還是通告費 這麼好賺 對不對 2000多萬 那後來因為辦了林秉書這個案 那查到了這些金流 就無疾而終 所以看到陳佩琪被問這個 我才想起這個過程 說是不是 北檢也應該 因為鄭文燦那個案七年都能辦 對不對 那這個案子也沒有幾年嘛 是不是也可以調出來再查查看 也許問一下 這不是200萬不是20萬耶 是2000萬耶 那現金不斷存存 10萬10萬這樣存 要存一年多啊 存了2000多萬 所以我是個人覺得這個就比較意義常理嘛 跟平常不一樣 我們如果說像我一年這樣演講啊什麼 你現金你在怎麼弄 你看我們申報了也頂多是 將近幾十萬一百萬 而且那只是一次 六千一萬六千三千五千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 有一點可疑啦 所以在這個陳佩琪被問了以後 披露出來 那我就提醒一下北檢有這個案子 提醒一下鄭部長 那因為基於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當然也替北檢暫時保留這個 因為當年是辦案的時候 也是媒體披露出來 媒體從在追林秉書案的過程 發覺到有查到這些金流 那只是因為過了這幾年沒有查 所以提醒一下 應該不要有兩套標準 如果所有從ADM存款都要問的話 那這個也應該要重新問一次 一次存十萬 因為他規定一天就只能十萬 所以前後就一年多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樣就存了兩百多次 這個存跟會有ATM有平台 那這個金額蠻大的 我是覺得是可以去釐清一下 到底是中了彩券 再呱呱樂彩券行零的 所以就從ATM存了還是怎麼樣 可以了解一下 我剛剛上面沒有寫 因為當時報道的時候就沒有寫 好像他只寫新潮流的大佬 所以是不是新潮流現在掌權 勢力比較大 那北檢就手下留情 可以釐清一下 新潮流當時很厲害 那光電就是不是十幾家公司嘛 對不對 所以是應該查 而且政部長開議了 我可能碰到部長我也會詢問一下 這個案子有沒有在查 那為什麼現在民進黨 如果用民進黨這套標準去查陳佩琪的話 是不是民進黨這個人為了 從何到我都沒有被告發 對 因為陳佩琪我們看到 他從ATM存大概幾十萬 或是將近百萬 那我講的這個案子是兩千多萬 那如果陳佩琪這個 你都要在那邊問 那是不是 那這兩千多萬 是不是更應該要問 那會覺得說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沒有問是 可能其中什麼端倪嗎 還是這種執政氛圍 就民進黨執政下 民進黨的不必然 根本就不可能去查 我相信賴總統清德雄不會 他不會袒護任何一個犯罪的事實 這一點我對他還算蠻肯定 那這就是檢調的義務 對不對 因為你在辦一個案子 發覺到其他有異常金流的這個現象 但你沒有另外去偵辦 那是不是他們也已經有偵辦 那沒有問題 那應該要公諸一室嘛 因為之前已經經過媒體有披露了 那就應該讓大家釋懷 說某某人這個案子 因為他這個錢是從哪邊來 所以有交代清楚 那我們就可以釋懷了 因為他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謝謝 イ сор 很聰明 動作 鑑 質 理想 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